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拍戏干饭两不误 赵丽颖看到红烧肉眼睛都亮了 近日,幸福到万家的剧组晒出了一组采访和片产花絮 赵丽颖看到剧组的红烧肉时,小表情真的是太可爱了 想必赵吃货这个人设现在已经是深入剧组人员的心了 当剧组人员被采访时问到关于和赵丽颖一起吃东西的问题时 看得出来他们真的是又惊讶又气愤了 明明吃的那么多 但是却不胖 这种体制相信应该是各位朋友们都想拥有的 真的是实名智的羡慕了 就连导演都逃不过银宝这个吃货 在拍摄过了之后,咱们的小吃货赵丽颖还在一直夹着菜吃 把导演逼得不得不赶紧让工作人员把菜封上 阻止女演员吃东西 这个时候真的很想知道 道具组老师的心情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双Q了 希望赵丽颖不要再继续吃道具了呢 这组花絮一出来 立刻就冲上了微博的热榜 网友们看到也纷纷表示 她真的是想吃 不论是在剧组还是在综艺终于和女明星有个共同点了 就是我们都爱吃 其实赵丽颖在每部戏中都是大口大口的吃东西 她毫不顾忌的样子也特别的贴近生活 再加上表演的时候特别自然 让看着她吃东西观众的食欲都起来了 这无疑给她的剧带来了更多自然感 看到这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是不是和上面剧组人员有一样的疑问 赵丽颖她吃这么多为什么就是不胖呢 其实赵丽颖本身就属于吃不胖的体质 就算她吃了很多的高热量的东西也没有关系 再加上赵丽颖自身是很努力的 为了保持自己的好身材 每天都会坚持锻炼 所以才会有现在这样让我们大家都羡慕的好身材 身处在娱乐圈这样的环境中 每个演员的潜力都是巨大的 每个演员之间的竞争都特别激烈 而作为女明星来说身处在这样的环境中 对她们来说也更加苛刻 其实对于赵丽颖来说 本身就吃不胖的确对她是一项优势 但如果没有自己努力锻炼 也不可能保持那么好 最后也是期待接下来 在幸福到万家中赵丽颖的表现了 别看幸福到万家的赵丽颖穿的图 却有一种温柔感 感觉仍然美 时尚一直都是一件让人看不透的事情 通过这些时尚造型 来让自己的时尚变得更有亮点 加上本身很多人对于时尚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所以通过不同的时尚手段 会让自己的时尚变得更有亮点一些 这也是在选择的时候 应该要搭配上的细节 那么在选择时尚搭配的时候 就会有千千万万种变化 很多人在选择时尚搭配的时候 会通过一些时尚的作品 或者是一些时尚的杂志当中 找寻到一些适合自己的时尚造型 让自己的时尚档次提升 所以也算是在搭配形象的时候 比较洁净的一种搭配效果 但是也有很多的影视剧 本身不是走那种时尚路线的 所以有些时尚搭配造型 并不是那么的实用了 但是却也给人一种比较有亲和力的时尚感觉了 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应该就是 赵丽颖的最新电视剧 幸福到万家 在这部影视剧当中 赵丽颖的时尚造型 虽然没有那么的时尚潮流与精致 但是很多的人造型 确实是比较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别看幸福到万家的赵丽颖穿的土 却有一种温柔感 感觉仍然美 幸福到万家的赵丽颖挑战村姑庄 质朴的造型 看着却一点不土 下面看看赵丽颖的搭配吧 时尚的影视剧搭配造型 简单的纯色搭配 在选择服装搭配的时候 有很多比较经典的造型 为了让自己的时尚看着更加的有档次一些 那么可以在装饰的时候 运用上一些纯色的时尚效果 不管是纯色的日常造型 还是纯色的个性造型都是需要去搭配了 尤其是对于年龄段比较大的女人来说 运用这样的纯色来搭配自己 应该不会让自己的时尚 变得那么的浮夸 并且也算是一种比较好驾驭的时尚造型 还会让自己的时尚档次变得更有种成熟的高端时尚味道了 放松的时尚造型 因为是在选择造型的时候要有生活的气息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 可以运用上一些日常的时尚造型 这样的形象搭配 不会让自己的时尚有那种过分浮夸的感觉 这样也就不会让自己的时尚造型看着那么的凌乱 这样的时尚造型也算是比较有生活的经典选择 时尚的潮流风格选择 职场当中的选择 其实在选择时尚搭配造型的时候 时尚的风格选择是比较有魅力的 比如说在搭配的时候 选择运用上一些比较干练的职场造型来搭配自己 这种职场的造型搭配 还可以让自己的时尚魅力 变得更加的有一种精神的时尚感觉 所以这种形象搭配造型 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女人来说 应该是一种比较合适的经典选择 也是通过这种形象的搭配 来让自己的时尚魅力 看着没有那么的正式 但同时也会让自己的气质看着更有一种亮点 当然在生活当中 选择的服装造型 就可以比较放松一些了 比如说一些运动的外套造型 或者是一些放松的衬衫造型等等 通过这些时尚造型 雨凤行出路透 赵丽颖浮化到过关 林更新状态成焦点 众所周知 同事34岁的赵丽颖跟林更新 两人在楚桥传这部电视剧收官了多年之后 居然二单了 这一次 他们将一起携手打造仙侠剧雨凤行 讲述的是魔界贤猪而生的女王爷 逃婚后变成了一只凤凰 并且遇到神君的故事 雨凤行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一开始传出消息的时候 有不少小伙伴是拒绝赵丽颖出演的 因为原著中的女主 大部分时间都不是人 而是一只鸡 奈何林更新跟赵丽颖这对星月夫妇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 开机后 大家反而是越来越期待 对于曾经合作过楚桥传 而且古装扮相都很过关的两位演员来说 他们本身的条件自然也是无庸置疑的 所以大家最关心的 自然还是与凤行剧组的浮化道以及造型师问题 那么赵丽颖跟林更新两人的浮化道根状态到底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透就知道了 目前雨凤行已经进入了拍摄阶段 演员也已经在剧组 所以有路透被曝光也是正常的事情 34岁的赵丽颖 穿着蓝色的古装 虽然露出了胳膊 但是整体上的效果还是挺过关的 光是画面就觉得质感不错 生娃后复出拍戏的赵丽颖 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人说状态疲惫显老 但是在与凤行的路透中 赵丽颖却让人意外了 这张细腻又满是胶原蛋白感的脸蛋 别说是34岁了 就是说24岁 也一点都不过分 只能说 重心重新回归到了事业上的赵丽颖 这状态 绝了 总而言之 赵丽颖在与凤行的路透中 不管是状态也好 浮化到也好 都是非常过关的 一身水蓝色的古装 一头半扎着的丸子头 确实有几分先侠风 萨气又精巧 不过要是这发型跟配饰再复古一些 款式再独特一些的话 应该会更加吸引人的眼球 值得一提的是 与凤行出路透 赵丽颖的角色造型已经曝光 浮化到也一目了然 所以大家的关注点 也都放在了林更新的身上 她的状态 更是无数网友关注的焦点 在与凤行官宣后 不管是粉丝还是路人 对林更新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受 不能油腻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 林更新后来在影视剧中的形象 确实没有以前那么清新 身材稍微发福的她 甚至还被贴上的油腻的标签 所以状态好不好 决定了与凤行男主的形象问题 从工作室的花絮以及粉丝路人的合影中 可以看到 其实进入与凤行剧组的林更新 好像真的瘦下来了 生图中的她虽然不会很单薄 可是脸却很小 棱角也分明 没有美颜跟滤镜 也都很上镜 在最新曝光的与凤行的路透中 34岁的林更新 也确实比开机之前瘦了很多 看得出来 粉丝们的建议 林更新是听进入了 要不然的话 也不会在短时间里就瘦得这么肉眼可见 在与凤行中 林更新扮演的是神君 路透中也是白衣造型 这一点还真的是跟大多数的仙侠剧一样 当年在楚桥传中圈粉观众的她 会不会在与凤行中让人们对她有新的认识 我们也拭目以待 在笔者的认知中 赵子龙是林更新的巅峰时期 如果说她的状态可以恢复到那个时候的话 那与凤行估计就成功一半了 按照路透来看 林更新的状态不算拉垮 相信她跟赵丽颖不会让观众失望的 当月不算拉垮 施预备